保持balance 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 希望永远是站立着的心 三十而立 需要战斗 需要追光 我是娱乐大人物张一兴 和我一起翻开这本声音杂志的第一眼 欢迎娱乐大人物声音杂志嘉宾张一兴 他将陪你翻开每一页心动 一定要选择队赛道 我希望听歌的观众朋友们 我吃面的时候崩给我面给它打翻了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更多的技能 去追逐梦想的那个小男孩 可能大家对于娱乐行业可能有一些误解 没有什么打赢打败 只有没有打动你 有人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他 张一兴就是一个努力对抗风车的唐吉何德 名利的洪流呼啸而过 他保持一点幼稚的火种逆心 在他的心里有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不惧怕不退缩 是他一直标榜的勇敢态度 反话如梦白鸟鸣东 张一兴用全新EP 东开启了心向东方的神友之旅 东第一个是寓意着我们所处世界的东方 风从东方来大国在东 以文化融合向世界输出东方文化 他也寓意着这个MPOP的融合国风音乐基本已经成熟 想表达的我们自己的心 可以纵情世界 但始终朝向东方的精神 其实他是一种以倒序的方式来描绘整个画面 从木桐的初心梦想 到苦行僧的修炼 再到三昧真火的历练 最后能够成功地追到他的那一片蓝天 然后其中呢 在苦行僧那首歌里面呢 我就是把连那首歌直接reverse 就反过来 反转过来以后做成了一首另外一首歌 但是也还是一种历练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功 都代表着他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 希望大家永远做那个不忘初心 去追逐梦想的那个小男孩 赤子之心始终朝向东方 或许上一夜 你还停留在他的梦不落雨林中 但这一夜 来到了飞天一梦的理想东方 张艺兴在MPOP的全新宇宙中 重获苦行僧的顿悟 用苦行僧来直面各种非议和质疑 在现在 可能大家对于娱乐行业 可能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有一些偏见 在以前我没有到这个行业来之前 我可能跟大家也是一样的 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深耕在这个行业的人 都会用自己的作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告诉每一位观众 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每一个人会更加有责任感的负重前行 直面流言蜚语 我相信是这个行业所有人都需要必经的一条路 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 你承受得住多大诋毁就受得起多大赞美 当然我也看到网络上面也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做法 比方说有造谣啊 诽谤污蔑 那如果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也要相信有法律的存在 不断 弯护 白带 理想 流水宇宙中的回响 又飞天真吞起太阳 三千年执着不忘 相信自妙梦想象 飞天一朦朦灯花 千年长飞的流程 一枪冷眼瞧风见识虚妄 飞天剑造信用蜡是终身敬仰 听着这首飞天 我在等待 张一新的音乐梦想新画卷 舒展而开 配上MV视觉 配上极致舞蹈 我们更加肯定 飞天是一件艺术品 它是十足的国风音乐沉浸者 从作品到舞台的呈现 处处都融入国风元素 张一新对国风领域的理解 是更清晰了 我其实发现了 国风街舞的门槛 因为国风街舞 它是用街舞跟国风 那相结合 跳国风的音乐 你要用舞蹈 还要表达一个故事的核心思想 你要表达一个故事 你还要有古典舞的基础 民族舞的基础 还要知道如何去融合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更多的技能 就是你的basic可能需要有 popping locking breaking crump whacking 还有jazz 加上中国古典舞 中国现代舞 然后民族舞 这些东西揉到一起 然后在表达这样中国风的音乐的同时 然后还能够说一个故事 其实它门槛挺高的 它考验的是一个人的鉴赏能力 这是你知不知道这个舞箱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这些东西跟什么样的舞种做了变形 你比方说我们就把那个敦煌舞的反弹琵琶的那些动作 换了个手势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 所以我觉得在不断地通过碰撞尝试 擦出来的这样的火花 我觉得我看到了未来 就是真的用我们自己的风格可以去表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为热爱 所以投入 张艺兴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 用心对待每一番舞台 她是制作人 歌手 演员 导师 舞者 多重身份 多维经验 或许她来解读当下的音乐行业现状 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希望我们国内的音乐市场是百花齐放 然后我觉得各种各样音乐大家都可以听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音乐市场 对于音乐制作 音乐编曲 包括各种音乐的旋律 特别是书情歌的旋律 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有非常多的音乐人 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关注到这些音乐人 关注到这些歌手 我希望听歌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包容的去看待一些音乐作品 有很多音乐作品 因为这个音乐是个很主观的事情 它没有对错 当然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说过 没有什么打赢打败 只有有没有打动你 我觉得是对的 然后呢 会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音乐这个行业 尊重音乐人 尊重版权 她的创作总是海纳百川 更是新一代年轻艺人的范本 聊起如今很多怀揣着希望和梦想踏入这行的少年们 张艺兴的情绪变得柔软起来 对我来讲 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他们自己心中的热爱 就是可以有一片净土 就是在梦想这片净土里 无限的自由翱翔 去追逐这样的梦想 但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努力 行而不错 再还有就是一定要选择对赛道 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选择对 就不要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然后心智要稳 相对要成熟 现在我觉得整个娱乐行业 挑战还是挺大的 然后需要做的事情也挺多的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热爱 其实你很难在这个行业里做出成绩 或者做出一些好的作品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乐观地看待这个行业的未来 因为深耕这个行业的人 热爱这个行业的人 会创造出奇迹的 我就在等待那个奇迹之光 白衣翩翩 静静回望 下一页 张艺兴与内心的自己 独处一刻 接下来 带来一首汪国珍的诗 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 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 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 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 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 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 未来是平坦 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想做一个英雄 天不碎裂的时空 想为你看起沉重 好让你爱的轻松 命运在嘲讽 想在在怪我太没用 得凭他安排每秒钟 Something's between us O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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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送我的项链 无需无可不够记我思念 我该怎么释怀 Baby when you call my name 这呼唤是过人的语言 Call my name baby But it's when you call my name Oh yeah 你声音融化我世界 But you call my name 我像个傻瓜傻中带着哭 巧巧感受你的温度 不知道过了多久 但这一切会在某一个战处 不再拯救这份痛苦 喜欢张艺兴的理由有很多个 喜欢她阳光亲切的态度 喜欢她微笑时的酒窝 也喜欢她对小动物的爱心 下一页 生活中的张艺兴 可是个不折不扣的铲屎官 聊起猫咪的话题 嫌弃中也是满满宠溺感 就是他们的这个 可能这点 就不是很会做猫啊他们 做猫做的不行 比方我在吃面的时候 崩给我面给他打翻了 然后把我家里能菜断的 什么音响 什么桌子盘子碟子 什么画 基本能搞烂的 他们都搞烂了 猫爬架不爬 猫抓板不抓 沙发给你抓个吸烂 这给他们放 那个猫抓板 不去抓猫抓板 抓沙发 那么多可以玩的 往上爬的 一定要把那个音响 给他爬下来 这没点 搞的音响都坏了 所有系统全坏了 把线给他咬断 不咬断不舒服 然后把我那个 一个电动椅 那个线给我 全给他咬断 然后那个电动椅 就是一个电动椅 啪 撕开的 收一收回去 就是我做的那看电视 和他们围围过来的时候 鲁鲁 喜欢躺在我怀里 那你叫他躺 他就不躺 他要自己想躺的时候 他躺 就这样不经意间 被他的人情味点亮 工作在忙 会撸猫 会阅读 会提升自我 他说 阅读是他缓解压力的良方 我最近看的一本书 叫走出思维的泥潭 它其实是打破了一些 你的一些思考的 一些范式的书籍 它会给你心灵 包括思考问题 它会多占一个维度 去打破 比方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只看到了 意外的层面 但是你通过这样的学习 跟读了这本书以后 你会直接发现 其实你跳出这些 在你的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 和束缚以后 你可以看到更高维度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不用在乎这些东西 去做一些更全面的选择吧 而且是更惊人的 更不一样的 我试图从头去领悟 爱又开始也又结束 努力将泪凝住 至少在最后能感动孤独 我曾经经全部 现在也该退出 那个我一直在启用 好想的是 尷尬的 真的 桜 我试图 从头去领悟 爱又开始就又结束 从向往的双目 到茫然 trzy骨 也是种旅途 送不出的礼物 那就落满浮处 爱到最深处 要多卑微 才会显得不唐突 张一新在前行中 深思遐想 保持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 有所感悟 有所期许 每一天都在勾勒更好的自己 不辜负所有的陪伴 在音乐的旅途中 他寄来了贴心的明信片 如果寄明信片 我会寄给温染色体的孩子们 第一个希望他们完成好学业 然后第二个呢 希望他们专注练习好自己的技能 然后第三个呢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三观 然后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下面 茁壮成长 还有可以寄给我的贝壳 我就寄一张这个电子的嘛 电子寄给所有贝壳嘛 要感谢他们这一路对我的这个知识 陪伴跟信任 我陪着你 你也陪伴我左右 I keep running you keep running 我们双向奔赴 Always got my back I'm calling on you 是我的第一集 为你我绝对不辜负 希望我的光芒能照亮你 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开心 你是我所有想要时刻的简直 为我点亮这一盏阿拉丁生灯 看着泪 真不累 如果你想遨游我就带你飞 成为你骄傲 我会是最骄傲 是我的贝壳 也是我的baby 很快我们翻到了这本声音杂志的最后一页 我们就像在山谷里独自前行的旅人 背负着自我怀疑的包袱 而山谷里的那一条路又长又孤独 熬过那段路 远方会告诉你方向没有错 又努力凿开这世界的光 找到更优秀的你 收听更多娱乐大人物 欢迎点击专辑左上方收藏红心